哈喽小伙伴们 关于这个游戏的主体内容 大致还有三期就可以做完了 第一期是关于洞府的各个功能介绍 第二期就是关于一些重点资源的获取 以及中后期哪些资源是严重溢出 哪些资源是很紧俏的 给大家做一个统计 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如何快速提升战力 就是高效的利用资源 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我的排名目前排在了第十二名 我觉得如果没有走弯路的前提下 我应该可以排到前十去 目前排名前十的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游戏前十都是超级大课了 基本上都是五质宝或者是这种的 基本上都是两万三万甚至是五万课 但是我只有三千的课度 我站立可以和他们一样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游戏真的 金课和把握细节比课金要更重要 也要更有用一些 真的我现在在走了很多弯路的前提下 我仍然能排在第十二名 所以大家就知道细节的重要性了 好了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洞府 首先是零售吧 关于零售的话 重点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前中期资源紧促的这个前提下 只养一个宠物 只养一个宠物就好了 然后宠物的话优先级是 如果是看公鸡的话 那么就是狮子 然后大于那个狐狸 然后大于这个乌龟 如果是坦度的话是反过来的 就是乌龟大于狐狸大于狮子 看我们个人的一个选择 然后还有一个宠物也是比较不错的 是零售兑换 这个宠物的话 它的技能基本上都是那种 是群体攻击 是有助于我们刷图 如果你是PVE爱好者 想要获得更多的资源 或者是想通关打塔的话 那么这个宠物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它的所有技能都是群体攻击 可以有助于我们快速的去刷怪 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说完这个 我们再说第二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有那些额外开出来的宠物 我们就直接分解掉就好了 因为那些宠物我们是不需要的 我们不如把它换成更有用的资源 有助于我们提升战力 第三点就是有金破转换活动的时候 小伙伴们一定一定要换完 一定要把紫色的换成蓝色和绿色的 因为真的前中期会特别缺蓝色和绿色的 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被蓝色和绿色给卡住的 所以说小伙伴们 前期的话是绿色会很缺 中期的话是蓝色会很缺 大家一定要记住 前期把多余的紫色都兑换成了蓝色和绿色 这样的话你的战力就会提升的很快 你的宠物提升的快了 真的这个战力提升就很大 因为你的宠物没比别人多一阶 战力基本上比别人多十几二十个亿 也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对吧 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很多小伙伴们想知道怎么卡宠物 就是说你的宠物在侧面 别人和你打的时候就打不到宠物 只能打到你的人 这样就相当于变相的二为一了嘛 方法就是你把这个主宠物卸下来 然后把这个小的宠物放到第一个 然后把主宠物放到第二个 然后打PVP的时候 系统就会把它卡到侧边 这样的话 如果运气好 对方的人物不会打你的宠物 他将会面临着你和你的宠物 一起打他的这个困境 就会很难打 基本上如果出现被卡的情况下 你要被人家越很多的战利 比如说我现在1500亿 如果被卡了可能1300亿的都打不过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关于第二个就是本命质保 本命质保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真的不用花太多的心思 这个机制里面的性价比是特别低的 就是你花的资源和你收获的东西 是完全完全不成正比的 真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他这个游戏 前期卡你的可能是运行 就是你前期换了很多运行之后 到了中后期 10阶以后你就会发现 运行严重溢出了 你看我现在到了12阶了 我这个才38重 满的是60重 我现在已经有80个运行了 他升阶才需要40个 就溢出来很多很多 但我当时为了换运行 还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对吧 真的就得不偿失 然后你看下面这个卡 我们境界的主要是这个天罡木 而不是这个七星石 天罡木的除了日常活动的话 就只能通过药源去种 但是你药源如果种了天罡木 你就无法种道法果 你种不了道法果 你的法则就会落下别人很多 法则的重要性 远远比本命至宝要重要的多 真的重要的很多很多 所以说小伙伴们 这个本命法宝可以不用那么重视 十阶以后就就是随缘佛系生就好了 真的不用太过于重视它 然后关于法技的话 前期可以稍微花一点点的资源 把法技升到30级 把这个第一阶的这个属性给激活了 然后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就不用去专门的去兑换 因为专门兑换的话 性价比太低太低了 关于复灵的话也是 大家可以去攒一下那个周长活动 然后换取两个特殊符石出来 我就是因为没有攒 导致没有换出来特殊符石 对吧 这两个符石也是一个亿两个亿的战力嘛 这也都是小细节 关于助灵的话 也是因为我没有攒周长活动 所以我没办法换取这个紫色的本命法宝 只能用这个蓝色的 所以说伤害也会落下别人很多 游戏体验也会差不少 所以说呀 周长活动一定一定要攒 你如果不是克劳 你还不攒的话 你很多方面就会落下别人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关于单药房的话 这个需要注意的细节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像我们的这个药 如果它是色条满了 我们可以考虑用蓝色或者是紫色的去碰一下 因为它这个概率是叠加的 你用你这个原本蓝色和紫色的概率 加上这个调满后的额外概率 可以有更大的概率去获得金色 去碰一下嘛 因为一个金色的单药等于两个紫色的单药 还是有碰的这个必要的 但是如果是金色的这个材料 千万不要去碰 因为你金色保底就是紫色了 然后你如果去碰 碰出来紫色 那就血亏对吧 相当于是两个子单换一个子单了 所以说你这个调满了 我建议是用蓝色或者是紫色的这个材料去碰 千万不要用金色的材料去碰 然后如果是金色条的满的话 你就直接用白色的去对换就行了 反正百分百可以出金色的药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第二点需要注意 就是小伙伴们前期一定要攒那个对应等级的种子 把那个种子快速收割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药给吃满了 在我们药桶等级提升之后 我们就可以秒收药草 然后去大量种植药草之后就可以把这些单药都吃满 也是一个小细节嘛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说关于气势这儿 也是一样的 就是金色条满了的话 用最差的材料就好了 紫色条满的话 我建议就是用高品质的材料 然后加上高品质的糖去碰一下 因为说实话 关于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只有金色有用 金色以下的全是废物 所以说你不用想着它紫色的满了 你用烂一点的去碰 因为我们追求的是最高概率的出金色 因为只有出了金色 我们才能用 我们才能卖 我们才能去回收兑换成东西 你换成紫色的 你就是实践紫色 你也抵不上一件金色 所以说一定要把资源用到最合适的地方 去换取最多的金色装备 就是这么一个建议 然后关于法则的话 真的很重要 关于法则的话 我拉下别人很多 和我同刻度或者同站立的法则 基本上比我多了一千多的等级 我比他们差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别人前期是一百级一百级的 甚至像现在一样 就是一百五两百五三百五 可以吃到这个两倍速 而我是五十级五十级的身 这样就拉下别人了 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药源种植 因为第一就是我药源没有开满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当时觉得本命要更重要一点 就种了一堆的天罡木 一个道法果都没有种 就导致我天罡木很多 道法果一个没有 然后他每天就吃不上道法果 避不了关 就落下别人了 第三点也是因为我之前功法走了弯路 我为了点神通增减 就没有点下面的那些法则速度 导致别人的法则领悟速度比我快很多 在这三点的影响之下 别人现在都七千多的都有 我们现在这个卫面那个战力最高的人家是七千八 都快八千了 比我高了整整两千阶 两千阶意味着战力会碾压 意味着他的天地法则可以比你点的更多 意味着他可以点点出来更高级的技能 神通技能去打你 你的实际战力会被碾压很多 所以说这个法则一定一定不能落下 真的很重要 然后化身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如何去攒灵石 然后把灵石攒多了 也要先把这个化身先提升起来 化身提升起来了 你的资源获得的多了 想做其他事也会很方便 所以说先提升化身嘛 磨刀不误砍柴工 关于造化质宝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第一个除了那个月卡记卡避开之外 就是一定一定要记得攒周长活动去攒那个鸿门造化鱼 因为那个是获得造化鱼的最主要来源 大家一定要优先把我们的这个瓶子升到三星去 真的升到三星和异星的体验完全不一样 你的速度会提升很多 其他几个可以稍微慢一点 这个星海瓶是一定要优先提升到三星的 然后有了剪子之后 这个剪子也尽量提升到三星 因为有了剪子之后 你就可以比别人多一些闭关的时间 你的法则速度就可以比别人快一点 反正这五个质宝里面都很不错 但是这个瓶子是最重要的 然后对于高科玩家来说 剪子也是很好的 对于我们一般玩家来说 有哪个都不错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关于领域的话 前期小伙伴们没有开 开了的话 反正就是按照这个一个个点下来就好了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可能就是关于这儿如何 就这个地方如何点的话 也是因人而异嘛 基本上玩到这个时候 自己就会有一个自己的理解 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点就OK了 这个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这个药元 药元的话 我建议大家尽早的把这个地给开满 我就是没有早开 现在追悔莫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小伙伴们这个药童的话 前期可以先不用考虑提升之字 作用不大 大概到了中后期 就是到六十级七十级的时候 就很重要 因为你药童到了六十级七十级 像你这种普通的药草放下去 直接就是就可以 从种子变成了白色 你就可以收 你就可以去炼药了 就是我刚才和大家说的 那个是一个质变 所以说前期你如果缺玄金石 可以不用生 但是你到了中期之后一定要把它升到高阶 真的很有用 很有用 然后最后一个吧 就是关于我们的主页面 主页面需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如果是零课玩家 那么我建议你就去卡那个分歧 吃到更多的分歧等级 就是你 你每天只用吃蓝药 紫色和金药就不要吃 就每天吃蓝药 然后可以享受高的分歧速度 然后当你卡到大境界的时候 你再去吃那个紫药和金药 这样可以追赶一些进度 这样就可以既可以吃到分歧 还能攒到药 对吧 性价比就很高了 然后你你如果确定自己吃不到分歧 那么你就拼命的往往前面爬 负责这个排名越高 你就越能吃到的奖励越好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第二个关于密药的话 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修为密药 如果你的修为境界落下别人很多 这个是很有必要吃的 换取的方式很多 可以开图 可以通过那个机缘买 也可以通过天机时买 反正无论哪个 如果你落下别人多的话 我建议去换 你看我就换了很多 把150 120 100的药效都吃完了 现在80的药效都快吃完了 就是为了能够追上别人 我吃了整整200克 增加了2000多万的这个链体修为 还是很有用的 对吧 然后服药的话 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需要注意的话 就是你提升大境界 就是你你从这个混元到大成 从破墟到混元之后 你突破之后 这个次数会重置 所以说你突破之前 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药的次数给吃完 把这个吐纳的次数给吃完 就OK了 然后还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那个休闲玩家 我建议你的功法和那些 重点点吐纳 吐纳点起来了也是很有用的 你的修为速度能提升很多 然后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道理 道理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道理的话 它可以给你互换功法 就是你没有的功法 它可以和你换 我们前期功法点用在了重要的地方的话 我们和别人互换就可以享受到我们没有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的那个功法是加法则速度的 你的是加灵气的 你们一互换就可以都享受到了 还是很棒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页面 还有关于结缘 就是你有道理之后 你们可以开这个和名 会有很多的奖励 也是很不错的 好了 这个关于洞府界面的介绍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